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Sir 我今天會示範做五級惡里 sample paper 的2021D 它是寫著MORE那份第四份卷 開始之前麻煩你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還有幫我讚好這段影片 好 我們開始了 第一部分就和節奏有關 1.1就叫你選擇一個正確的time signature 你可以看了一些答案有什麼給你選擇 如果是98你應該會找到小節有9個8分音符 有4個4分音符還是有12個8分音符 看看哪個是對的 我回到題目 這裡開頭兩個16分音符 就是一個8分音符 這一顆也是8分音符 這一顆也是8分音符 我看到三個8分音符一組 我猜到它會複拍子 我猜它會複拍子 即是900或者128 應該不是44 我繼續看看它是否三個8分音符 一個組合 這裡也是 8分音符 還有兩個8分音符 這一塊 你剛開始看到它這麼複雜 你也可以先不要理會它 你可以先做其他 適合那些做了 這裡又有三個8分音符 那就一定不是98 因為我們已經找到9個8分音符 還有一塊我們還未找到 即是不止9個8分音符 應該再多些 又不是44 我們就可以回答128 所以這塊雖然你可能不用理會它 你也肯定是128 這個其實三個加起來 都是三個8分音符 那就128 好了,B 我們先看了一些答案 有54 即是5個4分音符 有78 7個8分音符 有44 有444個4分音符 我們看看哪個是對的 那開始這個 你最好記得它 這個又有負點 然後有多一片的音符 這個組合 記住它 它都經常出現 如果是這樣 其實就跟兩個8分音符 一樣多 time value 一樣那麼長 看到它就要記得是它 這個 這個是4分音符 這個五連音 你看到複雜的東西 你也可以先不要理會它 你可以先做其他 你可以從後面開始看 我們 這裡又有4分音符 而這裡呢 兩個16分 加一個8分 就是一個4分音符 這裡又有8分音符 好了,已經有4個4分音符 還有一塊我們還沒數 所以一定不是44 其實這個44已經是8個8分音符 它7、8就更少 也不會是7、8 那5、4就比較像 其實這一塊 這一塊 這塊5個16分的 叫五連音 就是這樣 其實它跟4個16分一樣長的 其實也是一個4分音符 也是一個4分音符 所以真正答案就是 5、4 好了,試了 這個66 是不是有6個16分呢 還是有2個4分音符呢 還是有3個8分呢 那你見到66和38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呢 6個16分音符和3個8分音符呢 數量是一樣的 那即是如果你找到6個16分 或者找到3個8分音符呢 你再要分辨其實是哪一款 我看應該是這個 好了,那我們來數一下 這裡呢 一個8分音符 這裡呢 這個加這個呢 兩個16分 就是一個8分 這裡呢 這個是兩個加起來是16分 來的 加起來就是8分 所以是3個8分 那3個8分音符 一定不是2、4 但是呢 66和38呢 實在太像了 它們一樣那麼多 什麼意思呢 現在我上面就數了3個8分音符 那我試一下數6個16分給你看 這個一個8分音符呢 就是2個16分 這裡一個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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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兩個加起來一個16分 這裡又是16分 那究竟應該當是3個8分音符 還是6個16分音符呢 那你就要考慮了 那你要知道呢 它就是Симple Time和Combine Time的分別 3拍是屬於Simple Time 即是它每一拍就會自己一組的 那些組平 即是那些音符上面的那些弦 什麼時候應該答隔頭 那些就是組平 三八是属于simple time 它应该两个十六分是答肩头的 就分三组这样 那如果是六十六呢 它属于腹拍子 腹拍子的意思就是三个小音符加上是一个大拍 所以它应该三个三个一group 就分两group 如果是三百就应该两个两个一group 就分三group 那就是它们的分别了 三百和六十六的分别 所以C现在这个是怎么group 它是上面这个答肩头答了多少音呢 就答了这三个 下面这个呢 这个答肩头也是三个 它就像六十六这个 分两大组 那就是这样 如果它是三百呢 那我先圈了答案 其实是六十六 如果是三百呢 这个小节画出来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 然后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grouping是不同的 音的数量一样 但是grouping不同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就要小心一点 你看到六十六 三八一起出现 那你要 要再细心想是哪个 例如六八和三四 六四和三二 这些一起出现 就要小心一点 就是这样 一点二 它就叫你幅拍子 转单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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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首先转了一个 时间订策先 它是九八 幅拍子转单拍子 上面的数字 就会随二三 下面的数字随二二 所以应该要是三四 九八要变三四 那现在你看一下答案 三八就不适合了 有两个三四 那它们哪个适合呢 那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幅拍子这边 compound time这边 你看到负点四分音符 你变成单拍子 就会撕走那个点 没有一点 例如 如果你见到三个八分音符的组合 去到这边 会变成一个三连音 那如果你见到二连音 就应该撕走二字 基本上都是这几个转换 这些要记得它 记得如何做 那我们看一下答案 九八这个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这里是二连音 那应该撕走二字 你看看它们也没有了二字 也是对的 第二部分 三个八分音符的这一组 应该要加三连音 那它们也加了三连音 也对的 好了 到最后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三个八分音符的组合 应该加三连音符的 应该加三连音符的 那你见到它二号答案有三连音符 就是对的 一号答案没有加三连音符 就是不对的 其实这些 刚才说要懂的东西 你就算不懂也好 你比较一下 这两个 似乎对的答案 它不同的地方 就是这个位置 那你比较回那个题目 你看到它这个 第一个答案 和原本的问题一模一样 没有做过任何改变 那就应该似不对 怎么都要做些不同的东西 那我就怎么都会估二号 就算你不懂 转换 所以这题 有时你不懂得完的东西 你首先查了肯定不对的答案 再比较一下 那个答案 之间不同的地方 都会估到哪个对的 当然最好就是 完全懂得怎么做转换 好了1.3了 它问你 要加个数字在这些点点的地方 它说94的 拍子记号里面 一个小节有多少个 Dotter Minum Beats Minum就是二分音符 Dotter就有点二分音符 94拍子记号里面 有多少个这些一拍子 94就有九个四分音符 因为它是九字头 我们要知道它是属于复拍子 复拍子 Combine Time意思就是 三个一小拍 合体一大拍 其实有三拍 什么才是真正的一拍 就是三个四分音符合体 这种Dotter Minum是一拍 所以就是三拍 三个Dotter Minum 是一小节 B B 它说Brave Brave Brave是这种 这个叫Brave 等于多少个Quaver Quaver是百分音符 一个Brave有多少个Quaver 一个Brave 就等于两个SemiBrave 两个全音符 全音符 一个全音符 就等于四个四分音符 四个Quaver 一个Quaver 也可以变成两个八分音符 有八个Quaver 这边有八个Quaver 十六个Quaver 加起来 数学题 十六 一点四 一点四 一点四就问你 Grouping 它们哪个是Group的对的 如何为之对呢 你先看了拍子记号 现在全音符 四四 即是一小节 有四个四分音符 那些Group 即是这些音符之间的搭箱 应该每一拍自己搭一个箱 不要搭到旁边的拍子 即是应该每四个十六分音符 一Group 有时可能二分音符 总之就不要搭了旁边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哪个适合 这里第一个答案 最开始的四分音符 就对了 它没有用Beam去搭了旁边 所以它用Tie Note才是对的 所以这里分得开就对了 这个就不对了 这里我画不到第一第二拍的中间位出来 剪过了才能画到 所以就不对了 下面这个也是对的 它跟第一个答案一样 第一拍就要是这样 二号答案不错了 不要管它 一号答案 现在第二拍就应该是四个十六分音符 应该这里要剪开它 这里答肩膀是不对的 那三号答案就对了 它没有答肩膀所以是对的 它这个位也是对的 要分开画的 不要答肩膀 所以现在就四个四分音符 就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应该用第三种写法才是对的 这个小字 1.5就轮到优子符的grouping 那现在优子记号是44 所以优子符都应该是一拍一group的 一拍一group 不过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44的时候 如果第一第二拍都是休息 就可以用一个大粒休子符的 你就不用用两个一拍这样的 那就反而不对 可以这样休息 如果不是一拍里面 如果不是整个第一第二拍休息 你就要第一第二拍中间 要找到一个界线出来 好了 那我们看看它是否正确 第一个小节 第一个四分音符就是一个音符 第二个四分音符就是休子符 然后继续休息 那它就分开了画 那是对的 因为呢 这样就可以分开这样group到第三拍出来 就看得很清楚 这样是一组第三拍 这个第四拍 那它画的方式是对的 第二个小节就不对了 因为呢 第二和第三拍要分开画的 第二和第三拍的休子符要分开画 不可以加在一起 第一第二拍可以画在一起 第三第四拍可以画在一起 第二第三拍是不可以用一个休子符解释 所以它是不对的 它要好像我这样分开两个休子符画才是对的 好 第三个小节 这个是四分音符 第一个四分音符 第二个四分音符 好了 这里究竟它想怎样呢 那你不知道它想怎样呢 你就由后面开始看 看完这些有音的音符 由后面开始数上去 多少可以组成一个四分音符 就是去到这里 就是一个四分音符 所以剩下的这些东西应该是一个四分音符 但是它现在这样写就不是一个四分音符 它这个音符是八分符是怎样呢 要加些什么才是一个四分音符呢 应该要加十六分休子符才是一个四分音符 而它加了一个八分休子符 所以不对 应该要是十六分休子符 所以不正确 好 第四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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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它就问你 上面三个音符 哪个是同音符 是Anharmonic Equipment,即是同音在鋼琴上彈在同一个键 哪个才是呢?这个是F音 先找到音名,这个是E double chop,这个是G double flat,这个是G flat 那我怎样知道它们是Anharmonic Equipment 最好你就画鋼琴,如果你不是彈鋼琴,最好就画鋼琴 你看看答案这个音,谁跟F音住在同一间屋子的 这个F音就在这里 E double chop在哪里?E就在这里 E double chop在这里 E double flat G double flat E double flat E double flat Flat E double flat就是这一间 和F音住在同一间 E double flat就是这一间 這件事你就看題目 題目你就不要看那個樂器名是甚麼調 不用理會的 你就看看題目下面這裡 它會告訴你要移到哪裏 就是這個 首先它會告訴你向上還是向下 以及音程是多遠 現在就要向上動Major Second 第一要知道的是這個 第二要留意的就是 首歌原本是甚麼調 就是這裡 原本是一個降號 你就當首歌是F Major 你不用你首歌會不會是Major 全部當它Major就可以了 做二調題目 接著我就寫F Major音階 F Major音階一個降號 第三個步驟呢 第三個步驟呢 你就要找新鍵 新鍵就是F Major向上 而Major Second會是哪個音呢 就是這個音階 原本的音階的二號音 新鍵就是G Major 新鍵就是G Major 我找到新鍵了 第四步就寫G Major音階 因為新鍵是G Major G Major一個星號星的App Shop 這個兩個音階都要對齊 一個音對著一個音 不要對著旁邊 好 接著要做甚麼呢 就是找出原本首歌 這裡有甚麼音 你把音名寫下來 這裡有C 有A 有F 有G 不用升降好 因為沒有Bb 沒有B音 CAFG要改成甚麼音呢 我去音階那邊找 C就在這裡 原來C要改成D C要改成D A要改成甚麼 A要改成D F要改成D F要改成D F要改成G G要改甚麼 G要改成A G要改成A 好 那我就去題目那裡看看他做得對不對 首先第一格就是問你Key Signature對不對 新的音階應該要改成D 新的音階應該要G G Major一個聲號 他寫得對的了 好 第一個是D音來的 我也是找到D音 所以他做得對 第二個音他寫Bb 但我們找出來應該要是B音的 不應該Bb 應該是B音 第四個音 第三個音 他寫G音 G音 我也是找到G音 他對 第四個音 第四個音是A音 他也是A音 順便再看看他是不是全部都向上移 萬一給了他向下的你也不對 是不是每一個音都比上面這個高一格 高一格 如果是就對了 答案就是這樣 Tick Tick Couch Tick 2.4 2.4 題目叫你比較這三個小節的音高 然後回答下面的問題 比較音高是這樣做的 你首先找出每個小節的中間C 然後比較一下旋律的第一個音 他跟中間C的位置比較 給你們 第一個小節A 中間C是這裡 所以這個旋律音 是高於中間C的 這個是中間C 中間C上面會有一個C 我先叫它高音HIGHC 我用向上墊 即是高於中間C一個八道 這個旋律音 它就是高於中間C 這個旋律音 好了 小節B 高音的中間C是這裡 這個中間C 這個旋律音很高 是中間C上面的這個C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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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A這個小節高於八道 B小節這個旋律音 比起C高一點 比起A這個音高一點 小節C 次中音報號 Tender C 中間C的中間C 是這個位置 這個旋律音 是比中間C高一點 就在高音C的下面 所以即是誰跟誰一樣 A和C是同音高 B和它兩個不同 B是零聲高一點 那我們去答問題 A說A和C是同音高 是正確的 A和C是同音高 我剛才也說過 B B是零聲高音 是正確的 B是零聲高音的 比起C 是高1個八道 所以是正確 C A是1 octave低於B A是不是比B低一個八道 對 A是比B低一個八道 正確 正確 先看清楚 A和C同音高 B是比C高一個八道 而A是比B低一個八道 答案就是這樣 做完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3.1 他就問你 3.1 他就問你 Key Signature 畫得對不對 現在Bb minor 有五個降號 因為他全部都五個降號 降號的次序 應該要是 B E A D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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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 G 那些降號很滑的次序 應該要是B B E A D G 而且形狀要是對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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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哪個做得對 3.1 低音譜號這個 第一個降號是B 這個 E A 這個不對 對 他給了E弦 E弦 應該要是D弦 好 中音譜號 B E A D G 好像是對的 好像是對的 Tenner C B B 不對 B 是對的 這個B 但是 E弦 E弦 第二顆E弦 要畫在這裡 Tenner C弦 是要這樣畫的 B弦 E弦 要在這個 就不能畫在這個 所以這個位置不對 高音譜號 B E A 第三個降號不對 他給了G 應該要是A 所以不對 正確答案就是 Auto 3.2 這次輪到聲號 5個聲號 5個聲號次序要是FCGDA 我們看看他畫得對不對 第一個中音譜號 FCGD A 再畫在下面 是對的 高音譜號 第一個就不對 他給了D Shop 應該要是FShop 他給了D 就不對 好 這個是什麼 他怎麼給我G G 當然不對 要FShop 第一個要FShop 他給GShop 我就不對 Auto Tenner C弦 這個是F 剛剛 C G D 這是什麼 我要AShop 他給了什麼 B B 初步 不對 正確答案是中音譜號 這個 這個是第五個初步 不對 比錯音 好 3.3 3.3 他就問你現在這首歌是什麼 但是沒有了Key Signature 也要找得出它是什麼 我們做的方法就是寫FGDAEB出來 然後把這份譜號有出現過的聲鋼號 就去那裡做個記號 這是高音譜號 這裡有一個C-Shop 這裡有一個FShop 這裡有一個G-Shop 這個也是C-Shop 現在的聲號很整齊地排在左邊 或者一些鋼號如果很整齊地排在右邊 就暗示這首歌是大調的 就不會是小調的 現在有三個聲號的大調 三個聲號的Major Key就是A Major 繼續 B這題 我又寫FCGD 好 這裡有什麼鋼號呢 這是低音譜號來的 這個有個Bb 有個Eb 有個Ab 又有Bb 也都是Major Key 因為這些鋼號很整齊地排在右邊 那我就猜它是Major Key 三個鋼號的Major Key就是Eb Major Eb Major 這麼簡單的 兩題都Major 好 C 這裡有很多聲號 高音譜號 有G-Shop 這裡有D,C,B-Shop 這裡是複雜的 還有B-Shop B-Shop去了這裡 C-Shop有 F-Shop有 B-Shop 又是B-Shop 也不是很複雜 現在 有一堆聲號就很整齊 但有一個特別不整齊 也就是不整齊 不整齊 你就猜它是Major 所以調查了Major答案 要麼是C-Shop 要麼是F-Shop 哪個Major才對呢 就是不整齊的音 B-Shop不整齊 它就是你的Major音階的7號音 你想想如果有個Major音階 它的7號音是B-Shop 這個叫做什麼音階 你知道它的1號音 就知道它是什麼音階 7號音和1號音的關係就是這樣的 英文字母要先大一格 B 接著要去到C 然後它們要是半音關係 B-Shop C就不是半音關係 你要弄到它變成C-Shop才是半音關係 所以這個音階的1號音就是C-Shop 我把1號音搬回來 就是這條會是C-Shop minor音階 C-Shop minor音階 7號音就會是B-Shop 所以這個是C-Shop minor 就不會是F-Shop minor 就是這樣 1.4 它說這條要是G-Shop harmonic minor 不過漏了兩個音 我自己完成一條G-Shop harmonic minor 這個音階正在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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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hop minor 那有什麼聲降號呢 我就要想回它的relative major 就是B major 它們是朋友來的 它們都是五個聲號 F-C-G-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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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做完的 要Harmonic minor 要升高7號音 7號音在這邊 1.2.3.4.5.6.7 7號音在這裡 升高 F-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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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就是G-Shop harmonic minor 所以X音就是F-C-D-A F-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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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拿一張奏稿子 就是這樣的 它說這條會是Miner音階 不過就沒有了那個Clap 它問你究竟放哪一個Clap 才是正確的Miner音階 你怎麼知道它是不是正確Miner音階 首先我們會先看頭五個音 每條音階頭五個音 每條小尿音階頭五個音 它們的聲音是拿鐵到尾咪 它全音半音的關係 一定要是全半全全的 一定要是這樣的關係 如果不是就不對了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去找出 究竟哪個Clap是對的 逐個放進去試一下 好,第一個 第一題 假設如果是高音鋪好 頭五個音就是右手邊這邊 因為它是在向下 頭五個音是這裡 這裡 拿鐵到尾咪 拿鐵到尾咪 要是全半全全的 對 如果是高音鋪好 這顆就是 Db D,E,F,G,A 如果是高音鋪好 如果是高音鋪好 高音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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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五個音 我會不會畫 之後那些就不畫 你自己畫 Db在哪裡 Db在這裡 E就在這裡 Db,E不是全音關係 全音關係 它應該隔一個按鈕 隔了兩個按鈕 就不是全音 所以這個位置已經不適合 高音鋪好是不適合的 高音鋪好不適合 如果放低音鋪好呢 如果放低音鋪好 這個是Fb Fg,A,B,C 如果是低音鋪好 Fb,G是不是全音呢 就不是了 Fb,G Fb就是在這格 G也是在這格 隔了兩個按鈕 隔了兩個按鈕 不適合 全音隔一個按鈕 低音鋪也不適合 Auto clef 如果是Auto clef 這一顆應該是E音 Eb Eb,F是全音 Fgb是半音 Gb,Ab是半音 Gb,Ab是全音 Ab,Bb也是全音 那就正確 全音半音關係正確 Auto clef有機會是正確答案 我們看看Tena clef 如果Tena clef的話 這個是C音 應該不對 沒有Cb minor Cbd 是不是全音呢 不是 Cbd也是隔了兩個按鈕 正確答案是Altoclef 中音譜號 因為其他三個都不正確 Cool B這題了 我們繼續用一樣的方法做 今次音階向上 如果我放高音譜號 全 半 全 全 如果放高音譜號在這個位置 現在這個就會是B 好像對我 B C-是全音 C-D是半音 DE是全音 E F-也是全音 高音譜號有機會對 低音譜號 如果放低音譜號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D 就升了E 不對 DE shop 不是全音 DE shop不是全音 低音譜號不對 Altoclef Altoclef Altoclef這個是C C不正確 C不正確 沒有D shop 我記得 C D shop不是全音 不對 Tennoclef Tennoclef Tennoclef這個是A Tennoclef這個是A音 Tennoclef這個是A音 A B shop A B shop不是全音 A B shop也是隔了兩格 又不對 所以只有高音譜號 所以只有高音譜號是對的 其他答案也不對 高音譜號 C了 這次又是右手邊 這個音階 全半全全 如果放高音譜號 高音譜號這個是A A B C D E 那就不對 為甚麼 A B是全音 但B C flat就不是半音 B C flat是同音 就不是半音 高音譜號不對 低音譜號呢 低音譜號呢 低音譜號這個是C 三音Flat了 這個對 C minor C小調 CD是全音 D E flat是半音 F flat F E flat F是全音 F G是全音 對的 低音譜號有機會 對的 低音譜號有機會 還有其他的 如果是中音譜號呢 Auto clap 如果你覺得這邊很難數 你可以數這邊 中音譜號是B音 這個B 所以這個都是B B C D E F B C不是全音 B C不是全音 B C是半音 Auto clap 又不對 Tender clap 呢 這邊可能數 我數這邊 C G G G來的 這個 這個也好像對 G A是全音 A B flat 是半音 B flat C是全音 C D是全音 對的 今次有兩個都對的 很少機會 兩個都對的 通常你都會好像上面兩題一樣 查了三個答案 今次查了兩個答案 很少有的例子 那怎麼辦呢 你就 將 有機會適合的兩個音階 你都自己寫一條出來 例如 這個有機會是Cm 如果Cm 會是怎樣的 Cm 如果Gin 那 那 呢 前五個音 就正確的 前面檢查 剛才檢查過 所以只差6號、7號音誰適合 我們就去看看題目 現在題目是向下 音階是向下 不知如何放 向下的音階 如果是Cm 這個6號、7號音也有降號 它就會形成一個Cm的音階 凝膠音階 寄出音階 這兩個音也會降到 如果是Gm 6號、7號音就不合 不會 Eb became 不可以有Eb,然後把這個 本身應該要是F音的音變成Fb 不可以弄到它變成Fb 就不會是 minor音階 如果它是sharp,就可能會適合 那就是harmonic音階 如果是F音都可以,那它就不適合音階 但現在變成Fb,就不適合 G minor,就不會適合 只是tenor clef,就不會適合 答案就是低音譜號 它是一條C minor音階 3.6,半音階 半音階,你就把音名寫出來 G,F sharp,F,E,D sharp,D,C sharp C sharp,C sharp,C sharp,B不適合 A sharp,A,G sharp,G sharp,G 你可以先記住規矩 這個半音階,你第一點查一下頭尾兩個音是否同音名 大家都用G,就對了 然後第二個規矩就是,所有英文字都應該要經過 不要跳過英文字 這裡是G,然後A,A,B,C,D,E,F,G 順次了英文字,全部有出現,就可以了 第三個規矩就是,英文字不要連續出現三次 G,G,G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看到G,G,G就不可以了 A,A,C,C,D,D,F,都是兩個,都可以 最後的步驟,你先去畫那個鍵盤 畫鍵盤 然後把那些音名填上去,看看是否可以填滿了鋼琴鍵 每間屋都有一個音,就對了 我剛才看到有一個位置,其實不對 現在正在向下,我先去高這邊找到G 最後 egyCs,F,ieni C,END C,CD,D,D,D Y,D,D۲ sk,d,D屏 Cmb,CM non,Cm,Cb不是這格,Cm有了這格 B又是A格,沒有音彈 跳了一個按鈕,然後兩個字又住在同一間屋 所以這個位置不適合 所以這個半音階是不適合的 第二條,先寫完音名 C,D,D,E,F,G,G,A,B,B,B,C 好像正確,頭尾音名正確 一樣,同音名 沒有跳過英文字,C,D,E,F,G,A,B,C 而且沒有連續出現三個一樣的英文字母 最後一步就是檢查一下鍵盤 好了,填點字母 C-Sharp在這裡 D,D-Sharp,E,F,F-Sharp,G,G-Sharp,A,A-Sharp,B,B-Sharp 寫在這裡是可以的 這個可以叫做B-Sharp C-Sharp也是這個 每一個字都填到一格 很整齊 所以這個本音階是對的 3.7 3.7它是問你技術的 它就問你這句句子 是不是在形容左邊這個音 左邊這個低音譜號的E音 它問它是不是D Major的Supertonic Supertonic就是二號音 D Major的二號音是不是E音 那你就寫D Major音階 D Major有兩個聲號 完成了D Major音階 二號音是這個E音 E音是D Major的二號音 答案是True Google B 這個低音譜號 這個是G-Sharp來的 它是不是A Minor的Leading Note Leading Note是七號音 A Minor 我寫A Minor A B C D E F G A A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C Major 它們都是沒有聲降好的 所以這條已經是A Minor 然後有一樣東西要記得 A Minor A Minor音階的七號音 要自動升高半個音 你要當它是Harmonic Minor 所以七號音應該要升高 這個才是Leading Note G-Shop才是Leading Note 現在答案給我的 題目給我的G-Shop 就是True 這個要記一下 A Minor的Leading Note 記得要寫完A Minor音階之後 要升高它 升高半個音 好 這個是什麼音? C-Flat 你這麼奇怪 C-Flat A-Flat Major的Subdomen Subdomen 是四號音 不正確 A-Flat Major的四號音 起碼要是B字 它直接給C字 我都不正確 弱它 好 第四題 Session 4 Interval 好了 Session 4全部都是問音程 4.1A 4.1A 找出音名 這個是B音 但是它有Flat 是Key Signature 是BFlat 這個是C-Shop BFlat C-Shop 寫完音名之後 你不要管Key Signature 這裡有多少度 你數字沒有 BC就是2度 但是這裡已經超過2度 多過一個8度的2度 所以有可能它會是 加7 可能寫9度的答案 或者叫做Compound 2 所以9度的答案有機會 Compound 2 有機會 Compound 3度 這個就不對了 差了一個答案 然後你就要去看看音程是什麼 你就不要管Key Signature 你寫大調音階 總之就是下面那個音 你就寫那個音的大調音階 現在下面的音是BFlat 所以我就寫BFlat Major BFlat Major BFlat Major 就是降2個音 降Be 這條BFlat Major 它的2號音是C 所以BFlat C就是正常的音程 Major Second BFlatаны BFlat 現在提出的是BFlat C Barb 即是寬裡面ep長 這盤距離不就是寬 沒有,寬裡面那個 不過距離回到寬散 就是寬上面曠 寬裡面寬散 寬裡面比較寬散 手簽 所以應該是寬散 看穿去 Xbox 继续 下面这个是G Sharp 这个是F double sharp 好了,数了多少度 G,A,B,C,D,E,F 7度 不是6度 又差了一个答案 接着就写音阶 这次下面的音有Sharp 下面的音有Sharp 通常我都不理它 我用G major找答案 不用G sharp major 因为你都没有G sharp major 你可以用G major找到答案 G major一个声号 这条就是G major音阶 那它的7度音是什么音呢 就是G F sharp G F sharp 这个就是正常的7度 我叫它major7 不是我叫它,它是major7 G F sharp就是major7 那你看看题目 这次有点复杂 首先下面的音又不同 上面的音又不同 我把下面的音变成G sharp 先 G变成G sharp 就会令到这个距离窄了 G sharp F sharp 这个就窄了 窄了minor7 先移动G sharp F sharp 那现在F sharp 这边又要移动 因为题目是F double sharp F sharp变成F double sharp 又会闯回一格 就是它向右手边移动 又会被minor7闯回一格 所以就会major7 这个就是F double sharp 这个就是F double sharp 再说一次 G F sharp 就是major7 但题目就说要G sharp 所以我G就会向 我用这个手 我左手是G 右手F sharp 这个是major7 G sharp G音就往这边 窄了 F sharp变成F double sharp 又会闯回 所以都是major7 答案也是major7 那你就比较一下 它和大调音阶的距离 题目给你的两个音 和大调音阶的两个音的距离 闯了还是窄了 好,C了 下面这个音是D 上面这个是Bb 超过一个8度 那么软 数一下多少度 D E F G A B 6度 但它比一个8度 很明显 所以加7就是13 13度或者Cumpan 6 Cumpan 5不对 13度Cumpan 6 好,接着写音加 D major D major D major两个声号 F C 那么 六度音呢 就是B D B 就是正常六度 major 现在题目的是Bb 所以B就会比较到距离窄了 窄了的major就是minor 要距离窄一些 所以就是minor13 4.2 4.2 那 那 也是找音程 4.2 先写音名 这个是F 这个是Bb 多少度呢 多少度呢 F G A B 4度 应该是4度 来的 写音阶 F major 音阶 F major Bb的一个降号 那 4度音 就是F Bb F Bb就是正常的4度 那就跟题目的F Bb一样吧 正常的4度叫perfect 好 继续 下面这个音是C Shar 上面的音是G 就没有Shar 那它是多少度呢 C D E F G 5度 那它是compan的音程 不过不用理它 题目 这里写的答案不用数字 那你当它5度就可以了 那 写完之后呢 就是这个key signature的升降号呢 你看完有没有影响这两个音之后 你就不要理它了 你就写什么音阶 今次 写C sharp major 但是因为没有C sharp major 下面那个音有Sharp 我都不用那个 不理那个Sharp 写没有Sharp那个音开始的Major 那就是C major 用C major找答案 写完C major了 没有升降号的 那C major的5度音就是G 所以C G就是正常5度 perfect perfect 5度 但现在题目呢 问的是C sharp G 因为如果C sharp了呢 会令到距离窄了 又广了 距离就会窄了 C sharp了 令到距离窄了 一格的perfect就是 diminished 答案就是diminished 因为C sharp了 就会令到C和G的距离窄了 窄了 窄了就是diminished 下面这个很简单 低音调 这个是C音 这个是D音 这个是D音 多少度 2度 CD C major的D音 不是 C major的second音就是D音 正常的second 2度 不解释了 用上面这个音阶 CD就是majorsecond 4.3 4.3 4.3就是你要画一个音 令到这个音程是对的 那我们先找到音名 A这个 这个是Bb 5度音应该要是什么音呢 BCDEF 要是F音 F音 5度音就是F F 你要想一下音是否升降号 那我们是写音阶 Bb major的音阶 Bb major的2个降号 5度音是哪个 F音 F就是完美了 咦 不是我 要小心点 弄错了 这个不是F Bb major Bb major Bb major的5度音就是F音 所以Bb F就是完美了 不用加升降号 差点弄错了 好继续 旁边这条 下面这个是C-Sharp 这里有C-Sharp C-Sharp 它要一个10度 10度就是什么音 10-7 3度 其实是一个3度音 不过要超过一个8度的3度音 3度音 C-D-E C-D-E 就应该是E音 要超过一个8度的E音 就是这个 然后就想想要是否升降 C-Sharp 下面这个是C-Sharp 我就写C major音阶 明白了 不用你记录名阶 了 C major就没有升降 好 这个是C major 那C-E 就是Major 3 題目的是C-Sharp 所以如果C-Sharp了 這個E也要再Sharp 這樣才是三度音 才可以保持到major3這個距離 CE是major三度距離 如果C-Sharp了 會令到距離窄了 E也要Sharp 才可以保持到major三度的距離 題目問我那個要是major三度 我要怎樣才是major三度 E也要加Sharp C-Sharp,E-Sharp就是major十度 或者major三度 C-Sharp很低 C-Sharp 低音譜號下架兩線是C-Sharp C-B-A-G G-Sharp G-Sharp 7度 7度就是G-A-B-C-D-E-F F音 而且要超過一個8度 F應該在大概在這裡 所以再高一個8度的F就是這裡 好,接下來要想想要不需要加聲說 好了 下面的音是G,所以寫G-Major音階 G-Major音階升F-Sharp G-F-Sharp就是正常的7度 就是major的7度 好,題目要diminish7度 所以我要把這個距離整整整兩次 整整整兩次 G音就不動了 因為題目的是G音 可以動F-Sharp 整整兩次 F-Sharp要先變F 整一次 再集多一次變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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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A Major音阶 不用在后面了 A Major就升三个音 FCG 所以AD就是正常的四度 Perfect AD是Perfect 現在我想要Diminus 要窄些 如何整窄它 A不能移動 但D可以移動 我整窄它 降低它 所以Db 就会在Diminus4 答案要是Db 好 第五部分 就是做和弦 和弦 5.1 你要配一些和弦 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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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知道首歌是什么调 看Key Signature 两个声号就是D Major 但会不会是Miner 你就看看那个旋律有没有临时升降 没有临时升降 没有临时升降 没有还原符号 你就当它是Major调 现在就是D Major 接着你就画和弦表 你可以先写D Major 先写D Major 接着把它变成和弦表 1和弦 1和弦就是DFa 2和弦是Egb 4和弦是Gbd 5和弦是AC-E 接着就看看配什么和弦 给这个旋律 你可以先看看每一个乐具最尾的小节 这里是A D F Shop 每一个乐具最尾的一定是1或者5 D F Shop A 用1和弦 1和弦中了3个音 如果最尾的和弦是1 前面这个可以是4或者5 这里有什么弦 有GBD GBD就用4和弦 中了 就是141和弦 对不对 对不对 Cadence 对不对 这个是Play Go Cadence 4和弦 继续 第二句 又是做到最尾 这里有什么弦呢 D A F Shop A D F Shop A D F Shop A 就是1和弦 前面这个可以是4或者5 这里有什么弦呢 有E C Sharp A B C Sharp 4可以吗 4是GBD 只有1和弦 但如果我用5和弦呢 就可以中4和弦 那就是5和弦 B的音不中 不过可以接受的 它是做一个passing note 它被两个和弦音上下夹住 就是一个passing note 所以是 虽然不中 但可接受 好前面这个 这个是什么Cadence 5和弦 5和弦 前面这个 就什么和弦都可以 跟Cadence 没有关系 先找一些音名 EGB 2号 EGB 就是这样 41251 好继续 5.2 它问你这个是什么Cadence 首先你要知道是什么Cadence 那是什么调 它就告诉你 F Major 那你就写F Major音阶 再变成和弦表 1号和弦 F A C 2号和弦 G Bbd 4号和弦 4号和弦 不是 Bbd F 5号和弦 就是Ceg 好了 这个是什么Cadence 这一串和这一串 看看有什么音 C C G E C E G 是5和弦 是5和弦 后面这个 F C A F F A C 是1和弦 5和弦 5和弦 是Purfect Cadence 下来 G Major 加上G Major 和弦 和弦 1号和弦 G B D 2号和弦 A C E 4号和弦 C E G 5号和弦 F A 好了,接着看看这一吋是什么和弦 和这一吋是什么和弦,接着决定是什么和弦 这里有什么弦音,A A C E A C E是二号和弦 旁边D F Sharp只有两个弦音 Dappshop是5和言,雖然他沒有放A音 但你也沒有其他和言可以中到Dappshop,只有5和言用到 25和言完成一個樂句就是imperfect cadence 25和言完成樂句是imperfect cadence 5.3 這一題就問你和言名 你先要知道他什麼調 很多時候題目都提了你,Em 他告訴你是Em 什麼意思是Em音階 Em就是一個聲號 然後變成和言表 今次要寫ABC 1和言EGB 2和言Fsharp AC 4和言ACE 5和言BD Fsharp 而Miner的5和言 你就升高3號音 好,做題目了 A chord A是什麼 chord 有什麼音 有B Dsharp Dsharp Fsharp Bdsharp Fsharp Fsharp 就是5和言 最低的音是B B B是這個和言的root 所以用世界A 所以用世界A表示 它是root 所以就5A CodeB AAC Appsharp 就是2和言的音 最低的音是A音 A音是2和言的3音 就是世界B 世界B 是First Inversion 2號和言的First Inversion 2B CodeC CodeC有什麼音 B G G EGB 一和言 EGB 是一和言 最低的音是B B B就是1號和言的5音 就是它是世界C 表示 Second Inversion Tonic Code的Second Inversion 一試 答案就是這樣 看得到 好 第六 Session 6 意大利文 意大利文 意大利文呢 就 我就不背 你背到就背 背不到就 懂回答就回答 例如我這個 記得是快 這個可以肯定告訴你 是快 其他兩個都不知道 不肯定 那你就 如果到時不懂就撞吧 就是這樣 好 6.2 裝飾音 要關掉 那它就問你這個是什麼裝飾音 這個呢 它呢 就圍繞著一個B音 中間這個B音 它由高過B音開始 接著下去B音 再下去A音 又回到B音 那是一個turn 雖然它不是由B音開始 這樣上下 它沒有了第一下B音 但都當它是turn 所以是Apper turn 即是一個音符 今次應該 它是在B音那裡有個turn 就會彈成這樣 Apper turn B呢 B呢 這個 你看到雖然好像有個turn 在這個位置 但也不理它這個 最後 其實它是一個trill 因為它重複了兩次CB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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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trill 最後它會習慣落下下面的音 有時候trill 到最後會落下下面的音 也會當作是trill 也會當作是trill 即是音符上面 然後上面寫了tr 那些 就會這樣演奏出來 6.3 就問你樂器知識 A這個 小提琴 是否可以演奏PC卡圖呢 是的 PC卡圖是拔弦 即是用手指彈弦 就是拔弦 那就是言樂器專用的 那如果叫它用一支弓去拉 就是rc 這個字 這兩個字都是言樂器就會用到的 那小提琴是否可以拔弦 那就是 B 拔寸是否single read 不是的 拔寸是double read 拔寸是兩塊黃片 一塊黃片 一塊黃片 C 他說Bass drum 是不是produce notes of definite pitch 就不是的 Bass drum 是indefinite pitch 就是它打不到不同音高 Bass drum 就不是definite pitch Bass drum 是indefinite pitch 樂器來的 但有一種definite pitch的鼓 也有個鼓的 那個叫timpany 就是definite pitch的鼓 Bass drum 就是indefinite pitch的鼓 那現在Bass drum 就是indefinite pitch 應該是false的 D D Tuber不是brass instrument 對 Tuber是銅管樂的 True E Tenner 是否低音過Bass Tenner是藍高音 Bass是藍低音 就是藍高音 就不是低音過藍低音 False 最後部分 第七 好 7.1 7.1 它就叫你比較一下小提琴聲報第七小節 小提琴聲報第七小節 這個 就叫你比較一下它 比較一下什麼呢 你可以先看答案 它有四個答案 但答案最後那句 都會是一樣的 你看是否一樣 應該都是一樣 One octave lower 就是它問你 這裡三個小節 哪個是正確的 這樣 把這個小節 變成低一個八道 One octave lower 哪個做得對 有可能一個對 有可能三個對 有可能四個答案 選一個 一個格子 好了 做這些比較陰高的題目 你先找出題目的 Middle C 高音鋪的Middle C 就在這裡 旋律這個音 就高於Middle C 高於Middle C 高於Middle C 如果要One octave lower 它就應該搬下來Middle C 所以答案那個旋律音 應該就是Middle C開始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現在這個小節 旋律音 就是Middle C 上面的C 那它的答案就問你 哪個正確地 寫 One octave lower 就是搬低一個八道 搬低一個八道 就是去Middle C 那這三個小節 哪個是Middle C開始的 就正確答案 好了 我們看看 小節A 中音譜號 Auto C Middle C 旋律音是Middle C B Tenor C Middle C 旋律音是Middle C 下面的C 應該不對 C小節 低音譜號Middle C 是上階一線 Middle C 所以A和C 都是正確地把 題目的小節重寫 一個八道 低音譜號Middle C 所以我就選A和C 7.2 7.2就是雜錦題 什麼都會問你的 叫你選True或False A A 他說Beginning of the Music 是否應該唱得很重呢 很重的演奏 那你就看那些英文字 意大利文字 古 或者你懂的字 那你看到FF 我猜都應該很重 Tisante也應該很重 Tisante好像是長一點 和重一點 B 我看見FF 我也猜Tisante False 應該猜中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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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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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音是E的 最低音是E 加了4条线 再低音是3条线 加了3条线 最低音是E 最低音是E 最低音是G 不错 C 有4条线 有4个音在小提琴声部 要加重一点 有4个音在小提琴声部 要加重一点 Adsons符号我找到了 就是这个 是不是有4个? 找吧 1个 2个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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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清楚 3个 有3个 Adsons符号 这个符号 4个 他说有4个 找到3个 就是不错 D The music begins with an anacrosis Anacrosis这个字 就是音乐的旋律 音乐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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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音不是一个小节的第一段 它是一个小节的前面那一段 就叫做anacrosis 就像这个 这个旋律 一开始那一下 不是一个小节第一个音 第一段 这个是第一段 这个是第三段 前面的小节第一段 这个音就叫做anacrosis 所以这个音乐是 begins with anacrosis true e There are two asicaturas in the music 那些小粒装饰音 grace note 小粒装饰音 整个音乐有两个 是不是 anacrosis 这里一个 这里有两个 钢琴有没有 钢琴有没有 小提琴有两个 两个 true 7.3 它说哪一种乐器 可以最好演奏到小提琴声簿 要是同一样音高 要是高音乐器 timpany是鼓 我们不会用鼓去打小提琴声簿 很难的 看呢 看连强也是能吹到的 难吹一些 理论上是能吹到的 不过超高音 也不是最适合的 最适合是长笛 timpany是低音乐器 最适合就是长笛 可以跟小提琴一样音高演奏到 这个小提琴声簿 7.4 它说有多少次 Dominion是5号音 Am的5号音 在小提琴声簿出现多少次 Am A小调 A小调没有声缸 5号音是E E音在小提琴声簿出现多少次 那就去找吧 好 转色先 很多红色 E音 1粒 2粒 3粒 4粒 5粒 6粒 7粒 8粒 还有1粒 9粒 5粒 如果你在电脑里做也挺难掃的 在纸做可以让它累称的 你电脑里做很难 小心一点 1 2 3 4 5 6 7 8 9,小提琴声部 9个 我应该要拍一个视频示范如何在电脑里做 你的笔记是一张纸,然后在电脑里做 因为你不能写在电脑里 看如何,好,7.5 他就说加两个数字在句子里 令句子是对的 好,A的,这个很复杂 The widest,最阔的音程 就是两个音,距离最远的那一下 In the violin part in the bargain 第几小节,有一个最阔的音程 在小提琴声部 他找出那些跳得远的音程 这里有个4度 这个4度 找出最远的那个,有没有5度 这里又有个4度 这里也是4度 跳回来4度 哦,这个5度 有一个5度 那就是第8小节 第8小节 第8小节,有个5度 如果你看到2个5度 或者3个5度 你就要逐个看一下哪个最阔的 因为5度里面 有些可能是较阔一点的 有些可能是较阔一点的 有些可能较阔一点的 5度 那如果有几个5度 你就要逐个看 那现在只有1个5度 那那些都是4度 那我就选第8小节 第8小节 最后一题 哇,这个 那你要知道这个才懂得做的 Cord of E Major的意思 就是E Major的1和言 Cord of E Major的意思 就是E Major的1号和言 有什么音呢 E Major就升4个 升F,C,G,D 1号和言就E,G chop,B First Inversion的意思 就是三音放最低 就是你会找到一个G chop在下面 然后上面的和言 上面的音就由E,G chop,B组成 那你就去找吧 那你可以先找到最低的音 找和言 你追踪一下G chop在哪里出现 看看哪里有G chop 那 有个Tips 其实都没有所谓的 这个Tips就不用 因为现在手高 它没有Key Signature 就是Key Signature 没有升降号 所以如果有G chop出现 那一定有临时记号 有临时记号才会G chop 如果它没有加声号的 那就是G音 不会是G chop 那我就找临时记号 就可以了 还原不算 找最低的音 有声号的 找到了 这里 找到了 先找到个临时记号 它是不是G chop 它是 那上面的音 是不是E,G chop,B E,B,E,G chop 对 所以这一串 就是 那个题目所说的 A chord of E Major in First Inversion 就是E Major的1B和言 第六小节 那就做完了 那也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支持一下 还有Like 给这段影片 拜拜